以前的時候的故事就是 女孩國中畢業就不要再念了吧 然後就去當女工 在工廠 辛苦的賺錢 賺的錢都是供家裡的哥哥或弟弟 繼續念高中 繼續念大學 好啦 哥哥 弟弟大學畢業 甚至還拿到博士 回來也不見得感恩 家裡面的這個女孩 有的女孩 她是很有天分的 然後 埋莫 好好培養的話 也是非常 表人才 厲害的人物 但是就因為這樣 所以很多少女那時候輕生 就是這樣子 她真的很想念 反而是她的哥哥弟弟不喜歡念書 她很想念 她有求自愈 然後有時候想說 在家裡面開了一盞燈 然後偷看書 因為真的很喜歡看書 被爸媽看到還被臭罵一頓 妳看書有什麼用 女生看了一些書幹嘛 還好我們不是那個時代的人 可是我以前都以為 那個是古早時代才會有的故事 但是我自己這一輩也有 也有是我同學這個年紀的人 是 重男輕女 對 她是從小就沒有被疼愛 因為她 爸媽也是生了一個哥哥 然後再生下她 就是她是女生這樣 然後就是重男輕女到 她媽媽後來覺得 這個女生就是會刮走 她老公對她的愛 就是她覺得那個女兒就是 老公會太疼這個女兒 對 就是那種感覺 然後就從小把我那個女生朋友 就趕出門 所以她後來一直到 她 我覺得她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子 結果她就早年就得癌症 她在前年的時候就得癌症就走了 我覺得她應該是長期不開心 妳說妳的同學 妳的朋友 對 然後就是長年都不開心 而且她一直到得癌症 她都沒有辦法回 她媽都不把她接回家修養 都是一個人在外面住 甚至是領了那個保險錢 因為她得癌症嘛 有那個保險金 她爸媽也把那個保險金收走 然後她 天啊 我們是個年代 對 我這個年代就發生 在我自己身邊的朋友 然後她就沒有辦法去治療 然後最後她實在是覺得人生沒有希望 然後最後是自殺離開了 就是她沒有走到矮末那一刻 她是後來真的是就是覺得自己 瞭無聲趣就自殺了 而且是最慘的 是這種最不得騰的 通常是最用心對父母 對 最愛父母的 對啊 天天天人 就是剛剛前面聽都是姐姐嘛 然後 但其實我是家裡面最小的 就是我前面有兩個哥哥 結果還是有 重男輕女 然後我看心理之上還被念 被怪罪 妳耶 因為其實說真的 因為現在30歲 其實一直到 可能可能25歲之前 我都不想去面對這件事情 我都覺得 媽媽就是對三個小孩都很好 所以我不想要去跟她 吵這些東西 更何況妳是最小的 對啊 然後反正我就覺得 反正我過得也不錯 然後事事也順心 所以就算了 就發生一些偏心什麼 我都覺得沒關係 然後後來是慢慢的就是長大 然後我就發現 好 那時候哥哥出社會 然後我媽就幫大哥 就是真的所有的器材 冰箱 咖啡機 對 妳媽要出錢 對 全部都是他出 對 其實這樣砸下去 應該就至少一百跑不掉 店主也是媽媽在付 然後我其實看到 也沒有覺得有什麼 我就覺得很替哥哥開心 對 然後後來再過一陣子 就是我媽又幫我二個 也開了一間店 也是咖啡廳 甜點 店 妳們恰很愛咖啡 對 然後我剛才想說 因為我一直有一個夢想 就我也想要開一間咖啡廳 但我想要開另外一種 畫室咖啡廳 然後我就在那邊想說 會不會哪一天 就是媽媽會幫我開 但後來就是 她也沒有要開的意思 然後我就有時候會 就是用撒嬌的方式 把她剛才開玩笑 然後我就說 就是哥哥他們很爽耶 就是一人一間店這樣子 然後我還要這麼辛苦 就是在賺錢 然後就是每天錢都在燒這樣 然後我媽就說什麼 她就說那是因為 哥哥他們以前就是 讀書的時候都自己賺錢啊 那是因為我哥他們成績不好 所以他們讀夜間部 那白天是不是就是沒事做 對 就可以上班嘛 但是因為他們當時是叫我要 就是讀書 努力讀書 然後考上 沒時間賺錢 也算是 就是考上國立大學 就是他們希望都放在我身上 他說你以前學畫畫的時候 也是花很多錢啊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好 OK 合理 就算了 就當作合理 然後後來就是 我出社會之後 就是以前早期是拍廣告 所以就是收入已經算是 比哥哥他們還要高了 然後我就發現一件事 就是我媽會時不時的 會問我說 那你上次拍那個廣告 什麼錢 然後多少錢 錢在哪裡啊 就是 就是要交給我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我都會就是給他 然後給一給之後 有一天我在跟我二哥聊天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他抱怨 我說很煩耶 我說媽媽最近他在跟我要錢 我說我就是 最近就是很需要錢這樣子 然後我二哥就說 蛤 他就說他跟你要錢喔 然後我就想說 你怎麼會有這個反應 我就問他說 他沒有跟你要嗎 然後他就說沒有啊 他還會問我說 錢夠不夠用 要不要給我零用錢 然後一次給就是 我發現還有一個紅包袋 那個紅包袋是專門 給零用錢用的耶 就是他在同一個位置 就是在家裡的櫃子裡面 某一個抽屜裡面 有固定的一個袋子 就是信封袋 然後那個就是 給二哥嗎 對 那個就是二哥的零用錢 他的零用錢 對 就是聖誕碗的概念 就是沒錢的時候 他可能會暗示媽媽 然後媽媽就會偷偷放一些錢 在裡面 我就覺得沒關係 反正人家都說能者多勞 對 誰要當能者啊 能力越強責任越大 對 但我就覺得算了 我就沒有多想 然後其實就是 因為我覺得媽媽 其實也對我很好 她其實對三個小孩 都非常的好 她是很從小孩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覺得 我從小到大得到這麼多資源 那我就覺得算了沒關係 過好自己也就好了 結果到最後呢 是我媽媽呢 她買了三間房子 然後 就是每一個人名下都有一間 那很公平啊 對 妳媽抱有錢了 太好了吧 其實我發現妳媽很有錢 對 我媽 她有資格貼心 投資理財 對 她很會弄房子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有點偷笑 我就想說 天啊 我才二開頭而已 我就有一間房子了 很明顯 三間一定就一人一間了 對 一人一間 然後當時她就說 因為她要就是要有擔保人嘛 就是我那時候簽那個名字 不是我自己一個人 對 就是擔保人 是父母其中一個這樣子 好 我們就一起去簽 去銀行簽這樣子 然後去簽的時候 我都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喔 我那天簽完之後 就很開心想說 YES 有人生第一間房子了 然後我的存折 那天我媽就交給我 那我覺得其實也合理 就是給我處理嘛 以後房貸就是我還 至少頭七款我就是省下來 媽媽幫妳出了 對 我覺得超賺的 就是真的已經算是很知足了 可是我後來才發現一件事情喔 可是她是三個人都要去啊 三間單保人 對 他們為什麼不用去 兩個哥哥沒有現身 對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一件事情 也是因為我就是 那個存折 那邊搞那個手機網音什麼的 然後就覺得 就是最近可能手頭比較緊 然後我也是跟我二哥聊天 不小心聊到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要繳房貸了 然後他就說 繳什麼房貸 天啊 你怎麼會有這個反應 妳哥好會露現喔 什麼意思 然後他就說 什麼房貸 原來他沒繳過房貸 對 然後我就說 我說你沒有 那個這裡的房貸要繳嗎 他還住在那一間喔 我說你沒有這裡的房貸要繳嗎 他就說沒有啊 我說所以 你沒有看過存折嗎 只有我的名字的那個存著媽媽交給我 就是他等於是要我負責 然後哥哥他們是我爸媽負責的 對 他們就是默默的幫哥哥他們繳房貸 這樣繳 兩個哥哥是爸媽在繳貸款 對 然後我自己的是我自己在繳 自己要繳貸款 應該是男生自己繳女生爸媽的包吧 小寶貝的概念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我那時候就無限在思考這件事情 我在想 OK 好 那我就先不要繳好了 我就裝傻 我就不繳了 然後反正後面 後面也就是就這樣下去了 你的反應怎麼會是不繳 怎麼會是不繳 或者是繳因你是 因為後來他只是擔保人 對 我後來就是 他不是貸款人 因為那個信 就是他那個值本信 還是會送到爸媽家 然後後來我就跟我媽講說 就是故意赤若 就是說我可能有時候會有一點 沒辦法給那麼多 但是還是會加減給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我媽也就是沒說什麼 但他還是會唸 結果我後來才發現 有一次我就跟我媽吵架 因為那個真的是 從小到大累積下來 所有的事情真的是會爆炸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很氣 我就直接也是講到 然後講到就是 真的就是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眼淚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媽就真的 她也傻傻的被我套話 套到後面 她就說 很冥想 大哥有兩間 大哥有兩間 然後我聽到 我真的是雷劈的感覺 我想說 OK 所以大哥有兩間 然後我當下就覺得 就是所謂的偏心應該 已經不是我的錯覺了 因為其實我們的鄰居 我媽也滿幽默的 她平常去跟鄰居聊天 她也會自己講很多 所以其實鄰居都知道 她很偏心這件事情 然後鄰居都會跑來跟我講說 你媽真的很偏心 他們都會直接來跟我講 然後說為什麼大哥 為什麼他們都有電 然後都在那邊很爽過很爽 然後你在那邊 對 辛苦得要死 我就真的太生氣 我就邊哭 然後邊打電話給我爸 因為我想說 就是還有另外一個大人 比較公道吧 我就打電話給我爸 然後邊哭邊講 我就說 我說媽媽說怎樣 然後哭到話都講不清楚 然後我爸就說 你冷靜 他就說 父母要對哪一個小孩子好 那是父母的決定 然後他就說 對 因為我爸家裡面有五個小孩 他也是這樣覺得 雖然我爸是得寵的那一個 可是他就會跟我講說 就是父母給的資源也不少 那就是你只能自己去調適這件事情 你也要知道一個道理就是 人活在世上就是要 多做事 少說話 然後我聽到之後 我也滿理智的 我就覺得OK 不管是爸爸還是老公 就是愛講道理 對 我就覺得算了 然後後來 後來我就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是超戀愛腦的人 就是我從小到大就是 將男朋友我就會 整個人重心都 對 我的重心就會放到他身上 然後到失戀的時候 我的那個墜落感會非常的嚴重 然後後來就是那時候 二十出頭的時候 我就覺得 為什麼就是每一次都會這樣子 怎麼會難過成這個樣子 感覺好像有點生病了 我就去看心理諮商時 我會有這個動作是因為 我身邊有就是也是 有在研究心理學的朋友 他們跑來跟我說 我覺得你應該 你沒有 從來沒有覺得 家裡面有歸屬感 所以你都會 對 你都會希望 放在某一個人身上 因為這個人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他會講很多好聽的話 你可能就會覺得 很有歸屬感 真的愛了 對 所以終於找到你戀愛腦的原因 對 然後後來 可是這已經沒救了 就是 對 這沒救 然後那天就真的去看心理諮商時 然後諮商時就跟我講 他看到我第一句話 他問我說 他說你家裡面怎麼樣啊 媽媽 媽媽對你好不好 然後我就 就大哭 然後我就發現 因為他有跟我分析 就是專業的分析 他就說就是 基本上原生家庭影響是非常大的 那就调试自己嘛 只是有时候还是会受不了 就是可能面对家人的时候 看到那种偏心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我还是会嘴一下 我觉得还是会说什么 就是 就是 马你就是这样 就是没有很平均 我还讲得很婉转 我说你就是这样 没有很平均分配 所以才 我才去看心理諮商师这样子 我就这样讲完 我想说应该没事吧 结果他就直接泡我 他就说 对你们都很好啊 哪有对谁也不好 对 每个人都差不多 那你这样去讲 然后去到处跟人家讲的话 那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觉得 我很糟 我很烂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是真的 再也不讲这些事了 我就觉得没关系 这个算是 你现在在节目上讲 你妈会不会发飙啊 但是不讲又那股怨气 对 我们节目是来整顿彼此 这个最需要就是跟妈妈当面对峙 他也知道 其实他都知道 妈妈其实我们有请来现场 是哦 来吧 来吧 开帐吧 我可以请我妈妈来 我也要请我妈妈来 要不求擂台吗 我们要弄一个妈妈跟女儿和解 可以啊 我们下一次安排 依依的妈妈听人的妈妈 一起來 我觉得深度对谈 其实也蛮有意义的 对 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 不过你爸爸讲那句话是对的 有一部电影叫 《满城近代黄金甲》 故事我就不说 总之就是两个儿子 有一个表现得很好 一个表现很烂 可是皇位却闯给那个很烂的 那个表现优秀又得人心的 反而没有得到 总之就起兵 叛变 他当然最后没有成功 皇帝是做人发言的 讲了一句名言 政 因为他是爸爸 当然自称为政 政要给你 你才能拿 政不给你 你不能来抢 后来一刀就把儿子杀死了 要给谁 要给多少 那是他们自己的自由 我爸爸后来 对 他后来还有跟我讲一个道理 他就是说就是 我们小孩子要 回馈给父母什么东西 那都是我们一对一的 他就是说不要去跟 另外的兄弟姐妹比较 我爸就这样跟我讲 你觉得你对我们有付出了 你有孝顺 那就好了 不需要去跟别人比 然后我听到之后也是就是 爸爸讲的话我其实都蛮听的 对 我就觉得没关系 那你爸爸有回忆起当年大热天 你打扮成Pinky 然后在球场 有 他一直都觉得我很 我很勤奋 就是很耐操 他把你打扮成Pinky 然后在球场 我当那个 我当操偶师 就是去打工 然后当操偶师 就是 但也因为这样崛起 后来就被媒体派到 然后变成那个 像米娘 然后一炮而红 对 来 副分局长 其实如果家里面有 好几个兄弟姐妹 爸妈对某些哥哥或妹妹 特别好的话 真的会出社会事件 这边就有一件 非常 我就说什么事到副分局长 这边一定是动刀动腔的 对 这大概几年前发生在屏东 那这名27岁的男子 他因为从小 他觉得说爸妈特别偏爱哥哥跟弟弟 他是属于老二 家里有三兄弟 那结果他因为退伍以后 他当兵是当海龙挖兵 非常壮硕 身材很壮 结果回到家里以后 因为他一开始做保全 那做不到一年就被辞退了 那爸爸经常怪他说没有工作 然后卧在家里面又做废物一样 他结果他就非常生气 他觉得爸爸每天晚上 这样一直在念念念 尤其他在睡觉的时候 甚至把他从床上挖起来 那甚至还会动手打他 那后来有一天他真的受不了 当天晚上 他因为他跟哥哥睡同房 就他凌晨五点多的时候 竟然拿了折叠刀 一刀从哥哥的颈部刺下去 哥哥哀眉两声就挂了 那后来他杀了哥哥以后 因为哀叫声以后 爸爸从隔壁房赶过来查看 那爸爸也被他刺中左胸 当时刺中左胸血流如柱 那赶快去跑到外面去求救 那妈妈也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也被他从颈部刺穿 这个颈部 妈妈也当场挂了这样 那后来警察同仁跟消防队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说整个屋内都血流如柱 非常的恐怖 杀人的二哥就坐在厨房里面 一声不响的坐在厨房里面 那手上拿了刀 后来警察抓到他 抓他到这个分局的时候 他跟警察讲说 他杀人的计划已经计划了13年了 13年啊 他说他从国中就想要杀全家 那甚至他 他甚至还料化说 幸好弟弟当兵没有回来 不然他本来是连弟弟也要杀了 他已经生病了 被偏心弄到生病 生的恨 因为他从国中的时候 爸妈就是对哥哥弟弟好 然后就是对他特别的坏 而且他觉得说 爸爸都会动手打他 那哥哥弟弟做错事他都没有事 那只有他会有事 所以他后来就把妈妈还有这个哥哥都杀了 那他还有爸爸这个 因为送到医院救回一命 那爸爸虽然存活下来 可是面对说自己的爱子 变成这样 最后要被移送到法院去 他也是无可奈何 既伤心又难过 悲剧 真的我们听完今天的故事 真的是要奉劝各位父母不要偏心 真的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偏心 你认为无关紧要 可是真的是伤了孩子的心 父母也是人 他每次血肉出去 对啦 就是我觉得 很难做到完全公平 因为他们真的不是圣人 那人我说过嘛 都会屈起弟兄嘛 嘴巴甜了我就对他好 对不对 每天那个闷不吭声的 对不对 然后问他话也不回应了 那我们当然就会比较 跟他有一个距离 是 所以 回去 好好地想一想 真的我们要尽量做到公平 尽量 好了 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